組長 今天台股雖然又創歷史新高 但是連續三天我們都看到大盤是爆量 可以爆出4000億以上 組長 怎麼看呢 連續三天都4000億 很誇張齁 對啊 今天你開高走低 散影線169點 我這邊稍微大膽預測 可能還要震盪個兩天 那為什麼 然後可是這個有個妙計 本山人之有妙計 什麼事情可以解決這一切的混亂 大盤 這大多口含情 大多口含情還可以持續嗎 一定要看我們今天的節目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4月13日 台股開排16872點 中場收在16824點 跌34點 美股道瓊及標普白指數 自歷史高點回落 晶片股重挫 因為NVIDIA掀起了CPU的波瀾 Intel重挫 台積電 ADL也跟著下跌 四大指數是7跌收黑 再來看到台股 今天早盤 看起來有想要突破 站上萬七關卡的意味 那最高點有刷到 歷史新高17041點 但是尾盤開始下殺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台股 單周期下記錄保持人 同時也許全台灣LINE TELEGRAM 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各位投資長好 投資長 真的 真的很厲害耶 因為那時候你有跟大家說過 四月底前要用力做多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個預言 可以這麼零耶 你看四月開始幾乎是 每天都在創歷史新高 對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早盤有到17,041嘛 那今天高低一點 称幅也是超過200點 其實大家心裡還是會怕怕的 通常我們都在等禮拜四 你說啊 我們台積電法說會看他怎麼說 大家都在等喔 那接下來的走勢 投掌覺得呢 我要跟你說的話 就技術線型來講的話 我今天先給你一個破題吧 好好好 有一點點小小危險 是 因為連續三天爆了4000多億 對啊 這個歷史大量 這個太誇張那個量 來爆這個大量 我們來看一下 大盤爆這個量 大盤連續三天喔 爆個黑K爆個量 真的要注意一下 可是就像你講的 朋友沒有 我也說過一件事情 來 4月底之前怎麼樣 用力做多 到現在也是對嘛 到今天還在創新高 對 其實今天盤中喔 我看盤的時候 我覺得 展得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要創新高 是 説老實話 因為其實美國股市 除了S&P500以外 其他都蠻弱的嘛 是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創新高 看一下亞洲股市 看一下 台股 為什麼台股可以強得那麼誇張 是 今天莫名其妙漲了 也莫名其妙跌了 是蠻特別的一天的 那今天也不是禮拜三 也不是MCI 可是量可以爆這麼大 爆到4600億 媽媽咪啊媽媽咪啊 這個量超級大 對 然後又看到了什麼 賞戶人數激增 60萬怎麼辦 真的是激增啊 投資朋友 投資長喔 最近走在路上 差點變明星喔 差點被他認出來 我嚇到了你知道嗎 嗯 我們訂閱人數也激增嘛 是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點閱率也是一樣 對 現在動輒都加起來 兩部影片 有沒有 沒有字幕板跟無字幕板嘛 直播板嘛 嗯 加起來都十幾萬 對 每天影片都這麼高 很誇張的一個點閱率 所以說其實賞戶真的最近激增 那激增 可能籌碼就亂了一點點 那連續三天黑黑就技術線型來看的話 的確是不太好看 的確不太好看 那今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稍微給你結論 好 我直接給你結論 還是晚一點 欸 欸 看我是不是 要 我給你結論啦 好 這兩天喔 要再創新高的難度比較高 這兩天 先給你部分結論 喔 等於這中 是 嘿 禮拜三 禮拜四 為什麼兩天 等一下再給你結論 好不好 好 然後兩天過後怎麼看 我們先給你部分結論 所以這個 你看一下三貴指數也是一樣喔 三貴指數我剛才看了一下 三貴指數是過完年後 農曆過完年後對不對 對 這農曆過完年後 農曆過完年在這邊嗎 對 第一次跌幅最大 超過1%以上的 是 等於三貴指數過完年後 它等於是瑪莉兄弟吃的無敵星星一樣 一點都不怕 怎麼辦 我怕你們不知道瑪莉兄弟是誰 會不會 不會啦 不會喔 不然我就怕你跟你們有代溝了 好不好 所以跟大家講 所以就像瑪莉兄弟吃的無敵星星一樣 是 一點都不怕 可是今天大幅度的回漲 怎麼辦 我今天比較認真解牌有沒有發現 沒有臭屁 有幾根展廳板 因為今天通通都沒有 可是還是有啦 華盛算新高嘛 對 敦泰 那個 敦泰第三 敦泰第三 今天也算新高嘛 也是創新高 等一下有時間再跟你接牌 好 所以蠻厲害的喔 是跟大家講 只是說 由於不少股票漲 今天 金晶日報選股沒有牆 是 是跟大家講 所以沒有牆沒什麼好臭屁 趕快解牌 好 好 我真的很實在 對 可以臭屁的時候 對啊 說話很實在 你知道嗎 對 勸基莫習經理一 有花勘責值需責 可以臭屁的時候 趕快 趕快臭屁一下 所以你看今天行情就沒了 嗯 投資產怎麼辦 一下會不會下來 已經很多人擔心我 投資產 六檔股票今天全軍覆沒 你不必擔心 還是冠軍 那是因為大家所有的股票都下來了 對 你懂的意思吧 對 冠軍有兩種 第一名有兩種 一種是要比人家好 一種是 比最不爛的 你禮拜一次比人家好很多 今天是比最不爛的 是 所以我還是第一名 怎麼會遇到講話這麼直接的分析師 對啊 講話太老實太謙虛了 最近久了就知道我的個性 所以我講的冠軍就是真的冠軍 我講的績效就是實在有個績效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那三位指數也是在爆這個黑K 也是爆大量 對啊 這個沒有到非常大量 可是也是一千億戰量 可是這個黑K開高走低 不利於大盤 所以接下來兩天 我稍微大展預測 很難怎麼樣 很難有一個好的行情 是 非常難有一個好行情 非常難有一個好行情 兩天好不好 好 兩天過後再看一下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連商黑K連商報四千億 真的太過熱了 有點過熱了 好不好 來 台股三院交易人數暴增60萬人 那你說 投資長 就以前來講 看到這個數字怎麼樣 是該做空的時候了 嗯 投資長那個是不是該做空 錯了 你們要了解籌碼 資金往哪邊走 來 請問一件事 不論是暴增60萬人還是100萬人 第一件事情 台積電的殖利率是 沒有比美國公債殖利率來的高 對啊 或者高不了多少 對 高不了多少嘛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再看你算一次喔 現在10塊錢嘛 今天收多少錢 台積電 今天收605嘛 我們把呼叫計算機出來 605來看一下喔 605 10塊錢 除以 605 現在的殖利率是1.65 有沒有 0.0165嘛 再乘上100 對 1.65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對 1.65的殖利率 跟美國公債殖利率現在不相上下 是 難怪台積電漲不了多少 好了 所以 漲不了多少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來 第一件事情是 算增加60萬人 台積電的殖利率跟美國公債 差不了多少 也沒有贏 所以 台積電也漲不上去 這是台積電現在的一個問題 好 可是問題是 不是 就算增了60萬人 增了120萬人散戶 這是現在為什麼要增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要被迫做股票 因為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現在有看到很多新聞 哇 房地產的散價 什麼 本來二拍三拍的 三拍的價格 居然比二拍的價格來的高很多 那幹嘛要三拍呢 因為現在整體好很多了 你懂我意思吧 什麼最近泰山的房子 比原本的底價還高個259萬 我不知道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好像類似這樣的新聞 有看到 這是為什麼 因為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你看起來你薪水變多了 台積電好像不能給你 加個底薪15-20%了 其實總體薪水沒有什麼變 可能保障變多了 可是問題是 其實薪水沒什麼變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重點是 很多人在股市裡面 已經賺到200萬 2000萬 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你看房子反而變貴了 你其實實際上賺到錢沒有多 為什麼 這一切都是定存害的 定存利息只有0.84% 怎麼樣台積電 再怎麼不計 還是比定存多了一年 你存定存一年 你存定存兩年 要台積電一年 台積電當然還是相對比較好的 所以 閃物還是會持續暴增 這行情不會到暴跌 只是上不去而已 你懂不懂我意思 對 下面有誰保護你 有 有 0.84%的一個存款 定存值利率保護你 什麼意思 因為只要是0.84那麼低 資金就會跑來股市 可是看一看 債券的利 債券值利率又更高 所以又去買債券了 你懂不懂意思 可是股市也不會跌下去 因為股市一跌呢 值利率怎麼樣 往上升了啊 懂不懂 對 我們常常講過嘛 對啊 很簡單一件事情嘛 100塊發10塊的股票 對 100塊發10塊EPS 值利率10% 100塊股票如果跌到50塊 還是發10塊錢 值利變20%了 所以跌不用緊張 好不好 只是這兩天可能會有賣壓 好不好 閃戶過熱了 閃戶過熱 好 說閃戶過熱我跟你講 情境日報昨天不是有選六檔嘛 對不對 我直接跟你講 我很少喔 其實我是舊頭顧老師喔 我還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來第一件事就是說 馬上看一下喔 可能要請 喔好 最後五檔門隊 昨天開盤就跳空大展 展廳 是 那看顯然是很多人看到我股票 不管三七二十去追的 那今天很多股票殺下去的 這怎麼看 同樣我跟你講 我在講一件事 我常常跟你講 我常常講風險 這就是我一直說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前幾天我不常跟大家講 應該說前陣子會講 可是不會像最近那麼強 第一個我叫你不要去借錢買股票 對 有沒有像跟你講 第二個我說你要解定存 解定存最好是買台灣50 我要強調你這風險 第三個 我叫你不要借錢買股票 跟 有些人用帆貸 去做 理財型帆貸 去做投資 我覺得兩碼的事情 因為理財型帆貸 做台灣50 如果是沒有錢的我 我也會這樣做 嗯 你懂嗎 因為你1000萬放下去 你一年只要繳十幾萬的利息 可是你做台灣50套利的話 你可以多賺100多萬 很誇張喔 一年喔 這幾年台灣50的值率是17%啊 是 所以你看喔 你每天很努力工作 有些人呢 你覺得不適生產 可是他是不是生產嗎 他是用頭腦賺錢 他是用頭腦賺錢 錢就平空無辜 平白無辜就變出來了 有理財型帆 去借了以後 借了1.30%的理財型帆 去買台灣50 我是說聰明的人會這樣做 可是我沒有建議你 因為我不知道你聰不聰明 我是要跟你講 因為我講的每一句話裡面 有各行各業的人 對 所以我只能講最保守的一件事情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 我還是要跟你講 這追高 不是說你追高會不會追高不好 只是你追高後 你要 風險你要處理 要負責 要注意你知道嗎 電網友說 投資長你講這樣很生氣 他退出我群組 沒關係 你退出就退出了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 我本來就要講風險 如果每天跟你講好天的話 就不是我郭忠龍了 好不好 我是跟大家講 那你說這些股票到底好或不好 基本上康普美金 他是技術線型比較低的 技術線型應該說 他是在技術線型 是剛噴出去 已經整理很久的股票 那你說本益比呢 本益比來點是略高 之後跟大家講是說 我不會跟你講透透 第一件事情 他是不是 這些所有股票 是不是我會員的股票 我只能說至少有一檔四 你聽得懂嗎 對 第二件事情你要追的話 你還是要注意風險 第三件事情基本上 選我的股票 還是比選一般的股票好一點點 你懂什麼 因為就選股績效來講 我還是冠軍嘛 但我這裡今天看起來 今天不行 我還是 不論是上一週 還是上上週 還是這一週 我還是冠軍 代表我每週的股票都很強 你那聽得懂嗎 好不好 所以你要注意風險 一定要注意風險 好不好 注意風險代表他們不好嗎 不是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不能每天把我當神 好我跟大家講 因為如果把你每天把我當神 有一天我不準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唾棄我了 好 因為什麼 因為神是不會有錯的 你懂不懂 對 可是問題是我會不會有錯的一天 會有 好我還是跟你講 現在我是冠軍 我還是很臭屁跟你講 其實你看喔 康普今天是不是大跌 對 哇這個 這個黑黑看起來很醜對不對 累積報酬還是正的啊 是 是不是 對啊 我是禮拜五選的啊 通常我選不到 昨天要買到今天買就跌 今天彈很多股票都開高走低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看起來報酬是正的 你看起來報酬是負的 這原因嘛 嗯 對 你懂嗎 我禮拜五選的我禮拜五進場的 那就差很多了嘛 對 可是你是禮拜一禮拜二進場 那差很多人 就這樣子 可是你說那康普就很慘嘛 可是上禮拜 你只要照我做 閉著眼睛選 什麼利得啊什麼東西 股票都連續漲好幾天嘛 對不對 還有深科嘛對不對 對 肉眼聽得懂意思嘛對不對 對 是不是 上禮拜就是利得 是不是 可是有人 有人利得昨天說很緊張啊 我不懂為什麼利得跟深科 都是你漲了四根漲停板 才去追啊 上禮拜是深科嘛 你抓到IC設計嗎 是 上禮拜我IC設計我抓到族群了 上禮拜是抓到什麼 那個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還有一些強勢股嘛 對不對 利得嘛對不對 這禮拜 電動車 漲一天就弱勢了 可是很多股票都弱勢了 我是說要注意風險 好不好 要注意風險 記得不要融資借錢買股票 好不好 大家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 還是不懂這些東西 那我不建議你做股市喔 好不好 除非真的要借錢有一種情況 比如說我資產有1000萬 我現在臨時 臨時要 臨時夾不過來 你懂不懂 現金的部分 對現金夾不過來 我現金只有100萬 那沒關係我用多用融資 我知道 反正我就是還得起 對 我就是還得起 那當然你可以用融資沒關係 部分融資 你再借到800萬 900萬 可能可以 因為你本來就有錢就是有 只是現金夾不過來而已 這可以接受 除此以外我不建議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種人 好不好 所以投資商我呢 就是說我在我以前喔 從10萬到100萬到300萬之前的時候 我都shout hand 我管他的齁 shout hand就是說 可是我沒有 我有用部分融資 是 可是我是那種部分融資 譬如說300萬的時候 我會用融資用 用差不多50到100萬 嗯 這種是另外一種方式 你懂 因為50到100萬其實 你只是把你的資產擴增到 變成400萬 對啊 對 乘以大概1.33倍 那其實擴增不多 可是我講這個是很複雜的 你懂不懂 那是我算那個比例你懂不懂 你懂嗎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這些東西 所以說我只能跟你講一個部分的東西 好不好 那如果你算那個比例你都不太懂 那你就不適合做股市了 很難賺錢喔 好不好 股市 股市的問題 很多問題不是IQ的問題 是EQ問題 你怎麼去說服你自己 這很重要 這個東西講得很玄 我怕你聽不懂 有時間跟你講喔 所以上貴是年後最大跌幅怎麼看 要等到 我直接跟你結論好 等到禮拜四 為什麼禮拜四 我剛才講的台積電的殖利率是多少 1.6 1.65嘛對不對 對 如果他禮拜四跟你宣告鼓勵政策 雖然我們福利社昨天 因為我當主持人不便講太多 可是在我自己節目 我要覺得 因為昨天來賓都全部我 我們自己有一個節目叫股市福利社 我當主持人 要請你訂閱 我們來賓很多人就說 有一半來賓覺得鼓勵政策不重要 一半來賓覺得鼓勵政策很重要 我個人覺得 從頭到尾就覺得鼓勵政策非常重要 如果他禮拜四敢跟你宣告說高於3塊錢 每一季我要高於3塊錢 我跟你講台積電必漲無疑 沒有漲 像是強心針一樣 我要跟你道歉 我跟你講 高於3塊多 好不好 我跟他講 必漲 老闆說要不然我爺爺的名字不要 這太嚴肅了 如果鼓勵政策高於3塊以上 高於3塊是3塊以上 3塊是不函 超過喔 好不好 3.25或3.5一定漲 3塊錢也會漲 那我們大部分來賓是覺得 鼓勵政策不重要 也有人覺得 就算重要的話 大概也是發3塊錢 最多 還有人說是2.75 如果只發2.5元的話 確定鼓勵政策一樣的話 台積電應該會跌 對 至少漲不上去的 會有4萬性的賣壓 因為你賺太多錢 結果你還是不發販 資利率就很低了 台積電也漲不上去 那這行情就會休息了 第3塊以下 我覺得台積電就會休息了 高於3塊錢就會漲 那這3塊錢也會漲 因為上會漲 那高於3塊錢會漲得非常快 好不好 所以你們趕快 一人一封信 一人一通電話 打電話跟他們講說 我是股東 我要求要鼓勵多一點 這是很正常的要求 好不好 反正台積電你說 你說我要資本支出 我跟你講 人家去年賺5100億 你今年搞的資本支出 就要9000億了 怎麼樣都要借錢 那不如借多一點 然後多點錢發給你們 比較實在 你聽得懂嗎 賺5000億 結果資本支出要9000億 那你聽得懂嗎 本來就不夠發 它註定要借錢的 對 反正台積電信用那麼良好 它本來就會借錢 銀行也願意借它 也會借的利率很低 不如多借一點 然後原本的賺的錢 多發一點給散戶 是比較實在 好不好 所以禮拜四的鼓勵政策 決定一切 好不好 所以有福利社你會發現很多來賓 大家辯論那邊我覺得蠻精彩的 對啊 可是我個人看法是 禮拜四的鼓勵政策決定一切 所以大家會覺得資本支出 其實這個 我跟你講 有什麼資本支出 比三年1000億 聽起來更正看 它已經告訴你三年後的事情了 對啊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該講的差不多 三年1000億已經告訴你 下半季 淡季不淡啊 不然為什麼擴產 擴產成這樣子 是不是 肉眼你聽得懂嗎 也代表它美國擴產是勢在必行啊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邏輯很重要 怎麼辦 你看我今天沒有時間臭屁 結果一下子快想完了 現在幾分了 十二分 是 投資長你剛剛講到這個股市很熱啊 我就想到 最近我又看到 因為投資長一直在提醒大家說 這個素人啊 有時候提供的免費資訊 是有風險的 我最近才剛看到有一個人是被水桶 就是因為他在PTT的股板裡面 對 也是剛開始是報名牌啊 報名牌啊 然後最後又開始有收費課程 好像很好心要給你更多資訊 是啊 結果這個真的是很違法的不應 那我講一個邏輯喔 我說這個 這個算 這個算 小片啊 還不算大片 大片就是說 騙大的 有些人可能 可能不知道法律 可是我不太相信啦 嗯 我不太相信這件事情喔 因為其實你用邏輯去想就知道 那為什麼 那我們去投過公司上班的 然後合法繳稅的分析師是白癡 傻瓜 我還考試咧 對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一定是有法律規定的嘛 對 是不是你要去解盤 你要去解盤你要收費 就是法律規定的 嗯 同沒有 你如果不知道你還這樣做 第一個代表你不夠聰明嘛 你怎麼會相信你不夠聰明的人 第二個代表不知法律 對不對 不知法律不夠聰明嘛對不對 對 或者是說知法犯法 你怎麼去參考知法犯法的人 這邏輯不是很簡單嗎 對 所以用邏輯就知道很多事情 天下是沒有白吃午餐 對 我小時候就知道這件事情了 我小學就知道這件事情 你聽得懂嗎 真的真的 很多人是用邏輯就知道了嘛 就像我講的 要嘛就不知道法律的人 那你去跟一個不知道法律的人 不知道法律的人 然後根本就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相信他的 根本不是一個聰明的人的牌 你要幹嘛 你在幹嘛 你自己要自覺墳墓嘛 或者是找一個品性有問題的人 明知道是違法的人 然後硬要跟你違法報牌 對 那你去相信這種人幹嘛 這兩件事都告訴你不好的結局 就算你們居然要聽免費的牌 像很多族群都這樣子很樂啊 變成一個族群啊 然後什麼實戰A班 實戰B班 Telegram跟你這樣講啊 用我的面向啊 或者用別人的面向 用別人的分析師的臉啊 然後我的內容啊 東湊西湊 最後叫你去買一些虛擬貨幣啊 或是去買趕股啊 趕股因為沒有展停服卸制啊 然後出貨給你啊 是不是 更惡劣啊 連你是誰都不知道啊 Telegram比較難查 Live比較好查啊 對 你懂不懂的意思 這些東西都是詐騙 代表韓情夠樂 所以只有一個結論就是這件事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每個人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的目的 嗯 同樣我就跟你講 我們就是遭受會員 可是我的目的 目的心會比較小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缺會員 好我是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懂不懂 現在已經底下很多人要報名了 我跟你講一件事 你說你要報名 跟你能報名成功 是兩件事情 我不是我在醜屁的 下禮拜二原則上 下禮拜二早 下午 早上十點請記起來 下午十點 早上十點 早上十點 到禮拜三的中午十二點 是開放VIP的 VIP的座位 是 好不好 然後呢 禮拜 然後禮拜三的中午十二點 可能到禮拜四不知道什麼時間 可能不到一天 就會爆滿了 你聽什麼 所以這次可能免費的座位 免費的座位 可能不多 我不敢確定 我不敢確定 要看 看情況 可是會非常熱 因為你看啊 我這樣的影片點閱率 比以前多好幾萬 才一兩個月的時間 很多新朋友家 很多新朋友 那你看一月的時候 就這麼多人了 我去全台灣粉絲最多了 我歡迎比較 不會有人向我秀出這麼多演講人數 一位都不會有 這才是真正第一名 那這一次演講人數呢 會比現在這邊 還多三四百位 這多一千位不是說不行 我不行 而是我找不到這麼大場地的 所以我去找台大新 那個新體啊 體育館啊 可是問題是 找那種體育館 我不是要辦演唱會 那個聲音有的時候快空洞 你知道嗎 我講完我要站四處 45度很累 你知道嗎 對 這跟大家講 不然那兩三千人 那其實產地太大了 反而其實 有距離感 我們太喜歡 我已經找到產地 最大可以容納到 1500到快2000人了 我跟你講 保證爆滿 我辦三三演講 我花費快80到100萬 我照樣願意花費 我就是這種人 我要做做最好 可是到時候 演講一開放VIP 你記起來的時間 下禮拜二 10點開始 原來是10點開放 你注意看我的Line Telegram 一開放以後趕快點進去 好不好 先搶先贏 好不好 那是VIP的 隔天 禮拜三 禮拜三12點 是 截止報名 開放免費的 因為我還是誤萬初中 有些大學生的 我還是不能跟他收錢 我的個性感 可是我原則上 我覺得你也不一定搶得到 上次一天就截止 對不對 對啊 一天都截止的 一天半 這一次可能會很恐怖 這一次有把它分成VIP 分流 跟沒有付費的 好不好 會非常誇張 可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那要等到下禮拜 下禮拜 那24到25號的演講 對不對 那是24到25號的演講 那不重要 可是24到25號之前 可能你少賺好多跟展廳板 你要趕快把握住 這行情看起來 有點顛簸了 我覺得連續三天黑K 我覺得很難創新高 這兩天 因為等台積電利多 台積電利多 如果24沒利多呢 那要休息一下下 可是你說會不會回檔很深 我認為不會 因為怎麼樣也比定存利率高 這才是核心的重點 記得我講這句話好不好 好 上櫃是年後的最大跌幅 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要看台積電 所以禮拜是要看台積電 你說什麼利多 有很多利多啊 你看這次新聞 義龍產品全面漲價 對 為什麼要講這次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 敦泰第三 今天股價大漲超過5% 高值利率低本益比 哇 好 IC 設計好這種股票 有啊 有喔 敦泰超過5% 算力是新高 敦泰第一 就敦泰嘛 我出掉了嘛 對不對 動輒賺4-5%出掉 林洋我昨天告訴你 出掉了嘛 是不是 你看我林洋 我對你很好 林洋告訴你出掉對不對 今天怎麼樣 還開高走低 那你有時間走掉耶 我對你很好耶 是不是有些股票我出掉了 但我不能跟你講 哪些股票我出掉了 好不好 有啦 還有一些被動元件 我也出掉了 因為其實我都有暗示 其實我有時候你認真看我節目 你都知道我算暗示蠻明顯的 好不好 其實是明示 變動元件沒有全部出掉 因為我的點就是原因 就是原來 國具陳泰明董事長的股票 他增持的股份 不是他自己用現金買的 是人家發給他的 那我覺得 人家公司派都沒有非常看多的話 我也沒有非常看多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邏輯好不好 技術線型整理很久了 林洋蹲泰第二 對不對 自己大漲 賺不少嘛 好 蹲在第三 今天創歷史新高啦 是不是 這什麼股票 來看一下 蹲在第三誰 易龍 這是我秀的是 普通會員簡訊 我秀的是普通會員簡訊 來 我的資訊是沒有辦法造假 Roy 請問你這一場演講 1000多人 很誇張的人嘛 數碼對不對 看起來就屬於屬 自己1000多人就知道 請問你有可能一位會員都沒有嗎 不可能 所以很簡單的 這個我們要造假 尤其是最入門的普通會員 不是這種 我設的那種很奇怪的組別 然後跟你講說 我發誓幾百萬 我一定買到 那是舊頭顧的講法 到底有沒有買到 誰知道 Who knows 對 這跟大家講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看 我這個是最基本的 易龍大展創新高 是 樂樂可不開心 開心 很開心 25塊易龍 其實易龍我講過很久了 只是我現在把它包裝成 蹲在第三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看第一本一筆股票 你先去創新高 都在上一線怎麼看 不必緊張 來 這種行情我最喜歡 今天是不是黑K 那我說這兩天如果有震撼的話 你要注意 本來今天股價要創新高 可是拉回了股票 For example 例如 易龍就是龍 還有什麼 我的2610華航 也是一樣 今天真的很厲害 樂儀我們說過要珍惜幾塊錢的日子 16塊一塊下 對 真的不回頭了 16塊以下 你看 我自己講都很清楚 16塊以下 所以你去想看 今天創新高 那帛琉呢 帛琉他說 今天減班了 怎麼看 同樣我不用看 我覺得 5月中 最慢5月底 會團團爆滿 就是因為這樣行情不好 這就跟股票一樣 大家現在覺得去帛琉很麻煩對不對 對 還要核酸檢測嘛 是不是 對啊 核酸檢測那很麻煩 然後又要自主管理5天 加9天 好像14天 還是加7天 可是那些都是因為這樣子不好 反而買氣壞了 對 就像一樣 股票因為這樣子很慘 跌到823點 可是反而製造無敵買點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個性是很樂觀的 因為這樣子 反而 反而怎麼樣 疫情管理中心 就是那個衛生署 他們反而會怎麼樣 會開放 開放怎麼樣 因為已經一兩百人回來 都沒人得病嘛 是 對不對 對 會開放自主管理的時間 會減少 只要它鬆綁得越多 就會越多人去了 台灣人不缺錢 缺的是麻煩 台灣人怕的是麻煩 並不怕錢 對 懂不懂 台灣人有些人超乎你想像的多 台灣人就這樣一窩蜂 現在看到不想去就不想去 看到想去的時候一窩蜂去 你相信我就這樣 從瞬間碼 我太了解台灣人了 你相信我 好 所以你要你真的想出國 你要趕快要去報名 到時候你報名不了 好不好 可是華人不能怎麼樣 還是創新高 為什麼那時候我壓寶華航勝過於 其實都有跟你講為什麼 肉眼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那時候我就說 我有想過 如果陽明殘農一直漲 我沒有抓到的話 那怎麼樣 它海運的運價會變貴 相對的 那你願意大家去買什麼 買什麼 人家去 應該說人家會怎麼樣 會用空運運貨 你聽得懂嗎 反正海域岩漲的跟空運差不多 感覺漲幅差不多了 漲得很誇張 那我就用空運嘛 是不是相對起來 空運就沒那麼貴了 是啊 肉眼你聽得懂我意思吧 所以空運價格就會散漲了 對 貨運運送的空運價格散漲 所以華航會漲 對 這我跟你講因為華航的空運的 比例比較高 所以你看我那時候已經有 這樣子的想法比較 華航的貨運的比例 所以你看好我的股價 華航是不是這樣漲 肉眼很誇張對不對 對 跟長榮比 長榮行 長榮是2604 沒關係 2618 長榮行到現在還漲 你看它多平坦 對 所以你去看看你要怎樣分一支 長榮行是今天比較強啦 是 可是華航比長榮行長超多的 對 所以你聽得懂我意思吧 對 接下來 開始有送運課的時候 長榮行會長得比華航多 那時候可能華航我會出掉 換長榮行 我要跟你講 正式可以接課 我會跟你講 甚至也會許不做啦 可是要換的話 我會換成長榮行 好不好 好 我不認對貨錯一切切 預告到前面喔 你看一件事情 我還是冠軍喔 這禮拜 不論是禮拜一禮拜二 本週機械堂都是冠軍喔 不論是本週或上週或上上週 累積起來都是一樣 好不好 也被動員見有些出掉了 好不好 那這些如果是台積電的那個 設備概念族群 我完全不想出 中長榮行看好 好 長榮八七的紅坎 好不好 又一八七的萬潤 好不好 尖諜比較兇 可是完全不必緊張 好不好 好不好 這是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不論對貨錯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喔 不去私貨不去馬歐泡 通常今天是資訊大放鬆耶 很少解盤剪那麼久喔 對 解股票剪那麼久喔 而且想得很詳細喔 對對 紅坎第二還有紅坎第二 對 紅 紅坎第二就是 嗯 等一下 別的股票 紅坎第二先不要講 我們先講 另外檔股票好了 萬潤好不好 你們看精彩 精彩就是這樣子 精彩的問題就是 資率太低了 好不好 好 每個禮拜是上來的時候會上來 好不好 我反而覺得如果你喜歡精彩 你就受不了精彩的酒的話 或會有朋友有反應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換成 萬潤或紅坎 選一檔 好不好 漢堂質率也蠻高的 漢堂也是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好不好 我也蠻看好的 這個股票比較牛皮 可是我覺得它後市反而 一點都不會牛皮喔 你記得我講這些話好不好 所以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除了精彩 會比較弱 因為質率比較低 萬潤啊 紅坎啊 漢堂啊 我都是蠻看好的 好不好 不要等到禮拜四的時候再噴出 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五噴出去 禮拜四才有消息嘛 除非有人先洩漏消息嘛 對 那什麼鼓勵政策好啊 資本支出大好的消息 又怎麼樣 或資本支出再增加 禮拜五這些股票 今天原則上禮拜五這些股票 會噴出去啦 我相信台積電的 不論是董事 呃 執行長 董事長執行長 我相信他應該有聽到股民的話 聰明的話 反正都要借錢嘛 對 資本支出要借錢嘛 不如借多一點 發多一點鼓勵 聰明的話他就知道 台積電的鼓勵拉上去 股價就會拉上去 我相信他們是聰明的 應該會這樣做 我相信他們應該聽到郭總能 呐喊 我們的股民蠻多的 股民們的 基本上是應該要回應我們的問題 是 最晚5月11日要回應 希望這幾天回應 不要再折磨大家了 好不好 是 送給投資產演講最大的禮物 所以他如果鼓勵發三塊 那就給他不錯 想要鼓勵掌而已 三塊以上鼓勵掌 台股也會鼓勵掌 還會再突破率新高 那台股可能很快就會賣下 17500甚至18000 18000了 這我跟你講 我今天講秘密了 所以決定決定 就是台積電鼓勵政策 雖然有些人覺得不認同 可是投資票相信投資產的判斷 這個鼓勵會決定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最後還有鴻海 最近看起來比較強勢的 鴻海也整理很久了 演講那時候我最看好的就是鴻海 你看也漲20% 連電呢 連三星都跟他幫他擴產了 他們怎麼看 連電完全不必緊張 所以台積電連電都是一樣 你聽得懂嗎 所以連電我也蠻看好的 三星都願意幫他擴產了 其實他沒有理由大跌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也先開來了 好不好 敦泰第三 還有很多股票 是希望你趁台股拉回的時候 或者明天真的有不小心拉回的過程 你反而要進場 不要等到禮拜四的時候 還去練 範大力多 你才 投資產 錯過了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投資產說的話 郭忠祐說的話怎麼辦 去想想看 你要只能分析師 歡迎同學們來電洽詢 在台股看起來 可能這邊 有些股票回檔的過程中 你要趕快進場進行股票 歡迎來電洽詢 0806680 085 080來08085 在我們加入會員之前 希望看明天只能分析師 預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謝謝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歡迎播打我們的專線 08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 autantムーツ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為算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